LioLio世紀 天野龍哥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 維基人 對上去的羅人 最近也感謝有很多新會員加入我們這個頻道的會員 也是再次感謝各位這麼支持這個頻道 最近我們發了職業特殊圖 黑森林被森林包圍一張圖 那個影片點閱數已經快到了6萬 我想會破10萬 沒想到大家對這種特殊圖非常有興趣的樣子 那部影片也被Youtube推薦到首頁上 所以點閱其實蠻誇張的 也是蠻感謝各位也是一直支持 一直有對這些影片按讚的關係 所以才有機會被Youtube引見到Youtube的首頁上 讓我們這個頻道再次曝光起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這場比賽對方紅色是選擇了維基人 藍方是選擇缺著羅人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維基人特殊能力 維基人特殊能力是步兵血量是最多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這個經濟 也是應該是全遊戲最誇張的 是綜合經濟來說 經濟最好的 因為他有免費的輪走跟手推車 所以在爆經濟來說的時候 他可以第一時間爆出大量的經濟 然後第一時間轉出大量的高品質的兵力 像例如強奴啊或是維京黃戰士之類的單位 再來就是維京有這個重型圖 這個大衝車 這個衝車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問題 所以玩維基人的話 可以後期考慮打強奴加衝車的一個路線 那維京黃戰士的話 有點算是看實際在出的 所以也不太推薦第一時間就出這個維京黃戰士 但是如果你是打團戰的話 會建議你玩這個內加的話 是打騎士喔 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陳寶時代的經濟甲粉實在太好 雖然你出一些騎士喔 基本上數量不會輸對手 所以維京的話可以考慮走一個公兵路線 騎兵路線 那公兵路線的話 是帝王時代的時候在做一個選擇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曲折羅人 那曲折羅人的話 他的一個特殊能力喔 是這個一開始喔 會有 欸 會有兩個果蟲喔 那這個兩個果蟲吃完之後 就會沒有了 那為什麼會給果蟲 原因是因為 他的癢喔 是可以放在魔防裡面 所以曲折羅人的開局 一開始是要先拿一村喔 去蓋這個魔防 然後把所有的羊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他的這個食物呢 就會慢慢跳動 看那個22、23 食物就越來越多 可以增加他這個食物的 收集量 那對曲折羅人來說 這個能力喔 到後期算是蠻強大的 我記得好像只要到27分鐘之後 就會回本了 然後就開始賺了 那再來就是曲折羅人 後期最大的能力喔 是這個薩地利喔 薩地利喔 薩地利可以減少所有單位的食物的 消解量 最後其出大弱馬 或是疾兵戰寶兵 都蠻強勢的 然後還出這個六環童子喔 那六環童子算是垃圾兵殺手 那再一次的改版中 應該是前一次吧 有這個 算是 算半buff嗎 半buff半nuff喔 算基本傷害減少啦 但是對於這個貫通效果 傷害是提升到跟第一個貫通效果是一樣的 不會再繼續地點下去 所以他要串收大量單位的時候 會特別強大 也會被大家媲美為 這個人形無好 也是這個原因喔 好 那曲折羅人處理之外 這個駱駝傷害非常高 那他的駱駝 是有這個增傷25%傷害 而且他一開始給的刺猴 也是這個駱駝刺猴 相當特別 而且血量其實是低血 你看這個 一般的刺猴是45D血 攻擊力3喔 那駱駝刺猴是攻擊力2 血量70 到了封建時代 他根本是 初期的這個馬國的霸主 對方出這個 這個肉馬開喔 你就可以出這個駱駝刺猴 去跟對方互換 非常強勢的 好 那曲折羅人這邊 點城堡時代 點封建時代的時間 算很早 哇 織布技術點一下 18p就點了 然後就點一下封建了 你看這邊圍巾喔 19p還在按村民喔 哇他這邊按到20村 那這邊 曲折羅人 這邊是要第一時間 去打這個 弱馬快攻阿 看起來有點像喔 這邊開始 稍微再補一些木頭 那就來期待一下 曲折羅人會打什麼戰術吧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喔 因為我看了一下 這場的遊戲時間 好像是一個小時多 其實有點偏長 所以 要上廁所的喔 還是要幹嘛的喔 可能要分著看喔 不然可能 膀胱會不妙 呵 上一部影片已經 拍到已經不行了 絕對這場 準備好再來拍 不然真的會不行 好 那這邊 圍巾打的是棒棒開局 好 那棒棒這邊出來 第一時間看到 比如說刺猴 稍微做個繁殖 第一時間下了這個軍營 軍營還沒有第一時間蓋好 三個人蓋 這個刺猴出來的時間偏晚 這邊會下射箭場嗎 還是要出馬修呢 看到步兵過來 選擇的是下射箭場 射箭場還是比較安心一點 不然這個圍巾的步兵 血量有點誇張喔 會有點難打 好 封建時代已上 這個步兵血量變成48滴血 原本只有40滴血的圍巾人 這個棒棒 現在也變成48滴喔 血量非常多 這就是圍巾人的特殊能力 打起來特別的坦 但是還好圍巾這邊不是打三棒棒 如果打三棒棒 如果轉裝甲的話 天滅地 但是驅逐如果這邊 上封建時代偏早 所以這邊第一時間 可以出第一隻小弓出來 所以裝甲我也會被小弱 所以他沒有出三裝甲一次 合情合理 兩棒棒最主要的效果 是要去對方家裡騷擾 給對方壓力喔 並不是要真的去打到一些單位 那最好是可以去靠這些木牆 去拖他的時間 然後讓對方的村民去修這個木牆 然後讓工兵去到後方 我們要把第一時間出工兵 到自己家裡去騷擾 但目前圍巾人這邊的打法 偏算是騷擾之後 然後再想辦法 想來個黑跳成 那這個黑跳成也沒有跳得非常的OK喔 因為他並不是25匹黑暗死彈點封建 所以這個戰術來說 算是比較正常一點的開局喔 並不是什麼特殊的一個黑跳成戰術 雖然有在圍一家了 也算是偏大範圍 這些圍的人很多 然後那家裡也補下了非常多農田 開始要來轉出大量的經濟了 那去的羅倫這邊反而是大爆挖金喔 這邊可能要打一個工兵路線喔 工兵出的可能會有點多喔 這邊會有可能會下這個雙射箭場喔 感覺是有機會的喔 這邊8隻綿羊 這邊房子再繼續蓋 45個人口 哇這邊房子蓋的有點多喔 農田下的偏晚一點喔 跟這個圍巾人比起來 偏慢一點點 圍巾人這邊是努力在灑天 家蓋圍都圍好了 那這邊還出了幾隻 刺猴 但是沒有出太多 三刺猴 加上原本一隻 現在出兩隻而已 那兩棒棒現在沒有地方可以去喔 不去 沒有辦法去地方喔 沒有辦法去前線騷擾 在家裡防守也怪怪的 只能在這邊高地巡邏 這邊巡邏看到一隻刺猴過來 靠了一下 去的羅倫等一下一擊射 看來是要來強攻攻兵路線了 好 那這邊屈德羅也沒有打一個偏強軍士 感覺他還算是偏保守一點 還是先撒農田 先撒農田的好處就是確保 自己不會上實戰太慢了 那如果是先下射箭場的話 就可能會有這個問題了 你下這個神保時代時間會更晚一點點 尤其是這個還要打雙射箭場 雙弓兵不斷的輕鬆一下 好這邊吃好第一時間看到有毛兵 直接上來硬吃 但是長長兵過來做防守 應該可以收到一隻 收到一下 啊還可以啊 被收掉一隻 沒有到很虧 好看到對手有出長長兵 還是先行撤退了 那目前看起來兩邊都是打偏濃 我們就先稍微加速一下 好沒有要打那個大開罩 可能撐爆之後才會做一個決戰 好上方這邊直接 圍到一個 哇 這個 這一條拉的有點長 但確實也是該這樣子圍 好不然就是要用TC連防 但TC連防後面這話還在拉一條 好其實沒什麼兩樣 好不如就直接圍到 我拉到底 好這邊吃好雖然有點偏多了 好大概我誤六隻了 喔 雖然真的蠻多的 好兩隻棒棒也不搶在家裡啊 直接開始往前送了 好那家裡補下了這個士忌跟兵工廠 看來要來準備 喔下馬舊 好這樣就可以上這個城堡時代了 好 好 我已經這邊第一時間可以上城堡 那 虛擬羅倫這邊稍微慢了一點 我已經擺了經濟就好 因為他有這個免費輪走技術 以上風箭時代 經濟就有一個不錯的加成 好 這邊第一時間龍馬被打爆 然後一隻聰明都沒殺 哇有點可惜 哇還被捅到了一槍 有點虧啊 分兩批 烤箱效果沒有很好 但是棒棒過來 可以來敲這些長槍兵 看槍兵直接被爆打一波 這邊想要抓這隻村民 但是 鱷駝過來 鱷駝抵擋效果很好 哇槍兵直接戳掉栗子肉馬 後面的槍兵又再補了過來 目前棒棒算是比較強勢的一個存在 好第一時間是尻對方的刺猴 而不是靠這個長槍兵 這邊又回頭靠長槍兵一下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棒棒打槍兵效果就好 這邊還是想要秀高地 高打地傷會比較高 聲音地也不解掉 後方鱷駝 有了 刺猴直接被三隻肉馬爆打 這邊直接圍死沒有問題 工兵在家裡沒有出門 這邊圍得蠻極限的 剛好圍死了 那這邊終點下了城堡的時代 湖也補下了一擊絕金 目前圍金人的打法 有可能是要偏向工兵路線嗎 還是要打騎士路線 看起來是要打騎士 雙馬就有了 因為點一擊攻嘛 點一擊攻的話 騎士路線偏高可能 打波兵路線是不可能 因為對方是驅著羅人 而且還點下這個弩兵 攻兵 一擊射都有了 所以對方打工兵的機率是偏高的 自己轉出去 算是比較合理的一個對應方式 好一到了這個城堡時代 圍金人直接拿下手推測 你看這個村民術 移上城堡時代就跑這麼快 而且還不用研發這個手推測的時間跟經濟 哇 馬上就可以3TC了 無情開農 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由於這邊田下的有點太多了 他下了20片田 這一個人吃果 然後20片田 21-1 20片田 這肉量有點誇張 所以可以雙耍就去爆騎士 去做個騎士 沒什麼太大問題 哇 這邊居然還早期又點下這個護衛技術 看來他應該是有預測到對方會出駱駝 這邊自己出騎士 然後驅著羅倫的駱駝又有25%的攻擊加成 應該是因為這個原因 才點下這個護衛技術 想來做一些長槍兵的防守 但居然不是先點這個長槍兵升級 而是先點這個護衛技術 這蠻特別的 因為通常這個長槍兵的升級 會第一時間去點 好 城堡時間 移到 這邊馬上點下了奴兵升級 還有二級木 跟一級馬鎧 阿丹二級色還沒有先點 這邊可能是要點一級馬鎧也好 才會去點二級色 果然 好 那這邊 好 蓋了一個BK在這個位置 算是高地的位置 那這邊二級馬鎧也好 但是 我們開局講的 維京人沒有這個 品種的關係 騎士就是100DC 雖然有二級防 但機器很不錯 所以這邊時間出來的兵也不會說太少 好 但是這邊有開TC的關係 還有開BK 所以沒有太多的一個遠程單位 可以來做防守 這邊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就有可能還不錯 好 第一時間想要上來硬打嗎 但是這邊有工兵在做一個操作 超 欸這邊第一時間去把長槍兵給射死 長槍兵到達了落鎖區域的時候只剩下一隻 但是正面上有更多騎士上來硬A這些的 弩兵 弩兵這邊被砍得很殘 但是騎士上越來越少 哇 這邊其實無二人秀的超度不錯 直接秀爆了對手 維京這邊的一個操作 長槍兵沒辦法做出太多的一個傷害 直接被全部射爆 哇 維京這邊突然變得很被動 好 弩炮一出來 稍微可以串燒一下 但是後面有駱駝 駱駝打工程器還是蠻快速的 直接擠掉 好 那這邊這坨弩兵加上駱駝進來之後 要怎麼打呢 看起來只能瑟瑟發抖 四處逃難 好 駱駝直接貼了上來 加里肯長江邊趕快按了 然後去來解救這個BK 被封鎖出兵的路線 加里稍微收村 像有雙TC 防守來說算是偏安全 而且這個TC還蓋在主經的位置 情況上應該沒什麼疑慮 但問題是肉會偏少 因為畢竟農田 大部分被踩踏住了 沒辦法安心地種田 好 那長槍兵出來之後 稍微提掉BK的一個 問題 那這邊奴炮出來之後 就可以擠掉這坨弩兵了 他這邊收剩收的還蠻及死 上面這邊剛剛挖木頭的也拉回家 雖然這樣一來一往 也拖到了一點圍巾的採集時間 好 那去的路人像是3TC 經濟非常好 第一時間也沒有射農田 再射TC 有點尷尬 所以奴炮過來做一下串燒 好 鑽頭奴炮 好 我就這樣撐他 這個模組很像鑽頭 明明就射聖誕術 呵呵 好 我的工兵 解掉槍兵 效果非常快速 好 取得羅人也點下了 二級農 跟自己的輪酬技術 經濟開始要來飆了 用這一坨兵 去爭取經濟上的換取 好 蠻賺的 好 兩隻工兵 好 串燒掉 好 沒問題 好 在這邊野精的部分 蓋一下地上的TC 但是貨方的軍隊 在後面虎士丹丹 好 這邊 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有點危險喔 村民要先拉一下 不然工兵會直接射掉村民 好 弩炮過來 等一下 弩炮聚集的時間 三台弩炮 好 長回來再蓋 但是工兵又過來 又再撤一次 串燒 直接串燒這些駱駝 駱駝直接倒地 好 那工兵這邊 要被貼上來 直接被奴炮串了一下 哇 這邊騎士砍得速度非常快速 哇 直接把這些奴 奴兵給砍爆啦 哇 這一步擠得蠻漂亮的 用了三種兵種 長香兵騎士 然後再加上奴炮 順利解掉了這一波的聯軍 目前沒有主力部隊去的羅人 趕快再補下一些駱駝 那工兵要再繼續出嗎 3TC補下之後 第4個TC也補了 好 不在外面的這個位置 算很偏前面 而且這個高地有點危險 如果對方出頭子車的話 這個TC會被砸得很快速 所以要怎麼守下這個高地 是個問題 好 那這邊果然出了這個頭子車 要來潛壓 如果這邊出頭子車的話 真的長香變數量就按得更多一點 騎士可能不是那麼重要 騎士現在是要拿來做騷擾 做一個攻堅動作可能會有點困難 對方的駱駝傷害很高 就跟對方駱駝打有點不太明智 看這個 一打一下 哇 爆血啊 被摸了一下就剩58滴血了 這邊穿騷 效果不錯 駱駝大量殘血 騎士上來硬吃工兵 這一波工程大隊 能不能拿下先機呢 第一時間 長香兵直接上去硬戳這些駱駝 駱駝也直接把這些騎士吃得乾乾淨淨 哇 騎士水量太快了 駱駝直接倒地 好 長香兵 做的效果還是蠻好的 後面蓋一個城堡做一個最後的防線 看這一座TC能夠鎖住嗎 駱駝可能車一下 射程有點短 這邊可以考慮上高地 開閘一下 要上高地了 駱駝數量蠻多的 目前最好的解法 這邊就是出駱駝 加駱駝 加頭車 複雜也可以 欸 果然在出BK了 去的駱駝果然要打這個戰術了 不然這個只靠駱駝是不太行的 對方長香兵 要解決四個問題 後方有城堡的情況下 做個BK 蓋個奴炮 頭車都是一個不錯的解法 應該會先解這個頭車的關係 會先按下第一台的頭車 後面要再補個BK 前面這個BK應該是蓋不起來 家裡沒有轉出其他的防守 而是繼續的安心農 想幫這邊蓋下採礦地 好 這個TC應該是不妙了 果然上高地開閘 好 當然第一時間 我已經點下地龍時代了 3TC就有地龍時代 哇 這邊門戶大開 沒有第一時間看到的話 會直接流進來喔 喔 圍得不錯 哇 這邊圍巾手速非常快速 你看這邊還圍個10強 這邊知道是三格的距離 哇 這個駱駝進不來 沒辦法造成傷害 不過一技能來說 算是賺了一大筆 這邊TC想要修再修不回來 雙頭車打速太快了 直接棄手 OK TC棄手之後 回去挖金晃 然後看要不要把TC蓋這個位置 再補一下經濟 這個位置可能就稍微好守一點點 當然頭車這邊想要再到東西繼續打 可能要稍微繞一下喔 這邊有城堡了 好 這邊點向了環刃頭子手 我們的六環童子 人形奴炮 攻擊力偏低 就是我們剛剛開場講 最近有改版的關係 所以這個傷害被下修了一點 但是這個串燒效果變得更好 不會有這個傷害遞減的問題 就會非常好 也算是特別強化他這個串燒效果 我不是單兵的助戰能力 確實該是這樣子 這個C帝國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即使他過了這麼多年 還是有一直在做更新 這是我相當戰場C帝國的一個點 這也是為什麼我可以一直玩這麼久 玩了快要 十幾年了吧 我國小就在玩了 玩到現在長大了 還在繼續玩 哈哈 嘿 直接打掉 但是其實以前身份 讓我們沒辦法有長時間的 可以一直練C帝國 因為以前我是 做這個實況主 然後有當這個 遊戲的官方實況主 還有講一些 遊戲的賽評講解 所以導致 我很多 自己想玩的遊戲 都沒辦法好好的充分 所以就只能充到一些 比較微妙的位置 C帝國也只充到1600分 但是其他的賽評遊戲 都有充到最高分 就是 最高分 階級的 都有 但是 像我這個C帝國 如果C帝國 有願意找我去講評的話 哇 那我一定把這個C帝國分數 充到2000分 3000分 3000分不太可能 2000分左右應該是可以 我覺得 自己的一個操作應該是有機會的 可能需要 爬個一年或兩年 就有機會上了 短時間應該是不太可能的 嗯 不然這個遊戲我也是 很有興趣的 即使我現在要做這個Youtube 已經做了半年了 依舊對這個講解 CD5講解 還是蠻有熱情的 熱情不減 我覺得一個遊戲要玩得好 最重要就是熱情 當你有熱情的時候 你就會去研究 會去研究的時候 你就會變強 理所當然的道理 大家也是 對這個遊戲有熱情的話 即使你現在只有1000分 或是800分 遲早也會上1600 甚至2000分 甚至到了2400 直接選手短集都有可能 只要不要放棄的話 都是有機會的 上面這邊 要回來拖蛙石 這邊很大膽 這是不開TC 電容時間引到 但是這裡由於圍巾城堡 蓋子時間偏晚 巨頭石機 即使上帝王斯戴 出來時間也是偏晚了一些 去著羅倫這邊上城堡 欸帝王斯戴 馬上又可以燒巨頭了 這邊巨頭石機 不知道要先哪裡 先去攻擊哪裡了 那目前 兩邊 都算是 偏小打小鬧 但這邊駱駝做到蠻多事情的 抓到很多村民 這邊直接蓋城堡 來壓對面的野石了 第一時間可能會先拆下面這個城堡 因為這邊 城堡蓋的偏外面 攻擊來說相對也好工一點 而且還是有高地可以架起來的 如果是這邊的話 你只能蓋這個平地 或是這邊小小凸起來的地方 可以離城堡偏遠 這邊駱駝直接衝了進去 後面有很多的長兵在做跟隨動作 但是還是有點難追 人家駱駝就是跑得快 所以駱駝直接開始圖 人追得到嗎 還在追 好這邊等一下駱駝的六環童子手 環刃頭子手 4加2攻 他的最大攻擊就是4加2 因為 曲的駱駝並沒有3攻 雖然差了一點 如果給他3攻的話 這個環刃頭子手就會太強了 呵呵 因為環刃頭子手 雖然他是丟凡刃出來 但是他是算近戰單位的 所以要省這個近戰攻擊 鑄鐵技術 好 點下了薩地利 曲的羅倫最強的薩地利就要來了 薩地利一好之後 所有的吃肉的單位 全部都有這個減免 效果非常的誇張 好 3級班加點下 曲的羅倫最強的單位出來了 環樂頭子手 防禦遠防4 近戰攻擊還有6 血量50滴血 好這邊稍微 但是 我已經出強奴了 強奴 對上環刃頭子手下舞其實是很不錯的 你看這邊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因為他本身遠防 血量不高 所以只要被這個射程優勢拿到之後 就會一直瘋狂暴血 好 軍女頭子機拆掉下方城堡之後 但是轉上攻堅這座城堡 後方又奴炮 像是一個奴炮可以對射的狀況嗎 但是目前 鬼經人的強奴出量還是蠻多 要出的攻堅不太可能 但這邊長湯兵可能會送光喔 哇 串燒 哇 再串 喔 串燒效果 一級棒啊 哇 再下睡覺了 喔 睡覺 睡覺 這部睡覺有點好吃 講著講著我肚子都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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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堡 能秀的回來 應該沒問題 三巨頭 這邊秀的村民很多 大概只要有監禁快二十吋的話 三巨頭可以守住 好 那這邊 強奴再繼續再射 不要怕 再射到更多了 目前 驅勒輪最大的困難點 就是這個強奴 要怎麼解決 那這邊出火炮是一個首選 強奴 這個火炮 可以打這個工程器 巨型托使機 武砲還有這個 腸朵都可以打 因為射程夠遠 而且傷害也是蠻高的 好 那這波 危機可能要被解光了 火炮一出來之後 戰場格局 完全被改變了 本來 被壓著打的驅逐行人 現在開始有反擊人的力了 巨頭直接被拆光 啊 沒問題 這邊能修得回來嗎 這火炮直接撤退 他可能以為解掉了 開始 emission 斷出一些新騎兵 開始要來大馬爆一波了 上方這邊戰線喔 也是有在做一個稍好進攻的 騎士過來打這邊拖挖金晃村民 結果這一拖石頭被他安心的挖完 強奴這邊有點尷尬 目前維京人的強奴是沒有拇指環的 所以如果繼續戳的話 雖然還是打人形奴炮很好用 但是射速不是非常快速 而且對上火炮來說會很難打 維京這邊要轉一些肉馬 轉肉馬好像有搞頭 但是如果轉肉馬的話 對方會出駱駝 所以現在維京也是很兩難 一定要出長相兵喔 才可以抵抗對方駱駝 跟肉馬 這個火炮沒有控好 被拉到太前方去了 直接拉到前線被火炮射個一波 欸 被搶我射個一波 欸 剩一滴 能狗住嗎 哇 兩滴跑掉 很可惜喔 好 那目前光有棲子剩一台的維京人 如果再繼續弓箭的話 其實有點困難喔 對方還有火炮的話其實很難打 看要不要轉出大風車喔 去做一個都跟動作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只能做一個高地防守 前面的路由去的威恩過來 後面有三隻攝影要來做招搶動作 看這邊穿燒效果很好 幫血壓掉的血速度都非常快速 人形狼狂直接被招搶兩隻 哇 勝率直接被串燒 直接倒地 三根拐杖 排一排站齁 上方這邊 看來有稍微守住了 這邊有大量的馬還有城堡 居民投資機在上面偷拆建築物 好 待會火花一個就會去處理了 好 但是這邊他所要的任務 是要來攻堅圍巾的中間這個城堡 圍巾還轉出了重裝騎士 是要來抵抗這些六環童子 跟這個火炮的部分 只靠牆門是不行 好 但是這邊燒燒效果還是很好 這邊直接過去預備燒了一鍋 哇 血量這邊雖然想要散開 但是吃到這個傷害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這邊散開還不錯喔 散開有感喔 得讓六環投石的一個串燒能力大幅下降 緩刃投資手 繼續串 繼續串 串爆 撐爆 這邊強度再射個一波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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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尷尬喔 驅逐羅倫這樣打會有效果 那個 這個不能這樣打喔 這個會出事喔 按 sig母湯喔 噢 果然還是要摧毀了 這邊強奴中已經貼上去 再開始點射了 前線只有肉馬 在擋的情況下很容易擋不住 對方強奴還是很快就可以收工這邊 單位了 只要還刃頭之手被收工的話 基本上屈子羅倫就沒有阻力了 這也是屈子羅倫最難玩的地方 如果對方不出馬的話 你自己不出駱駝 只出還刃頭之手的機動性並沒有非常好 雖然他還是跑很快 但是你要在對一個強武進攻的時候 你只能靠火炮 只要被推到城堡下之後 才能再繼續做防守 不然中間這個地方 兩邊打得這麼兇 只能靠這個肉馬去當一個肉盾 基本上還刃頭之手沒有弱盾的話 就是一片閃殺 特別的危險 兩邊打得有點漫長 兩邊都沒有要做一個大鬼魂的進攻動作 工程器都沒帶出來 好 那這邊圍劍的海底下酋長 等下酋長科技之後 常常兵對於這些肉馬 傷害會再增加一些 這也是加五攻嗎 額外傷害加五的樣子 其實傷害跟疾病沒什麼兩樣 那你看這個常常兵的血量 血量非常的多啊 66滴啊 我就是圍巾人 血量巨多 這火炮有點準 找到這個肉馬 這邊火炮再砸個幾下 強奴看到火炮還是只能撤退 而且後方還有城堡 沒有帶工程吸過來 工程屬實困難 上方這邊巨型頭之一可能要直接被硬拆掉了 這邊有村民在修 結果修的位置剛好是城堡打不到的位置 哇 巨尷尬 好 上門這邊直接又延得過來 我們這邊稍微再拔普一下 這一波大肉馬直接往前 人型奴浩一往前 下方的騎士去做騷擾 好 正面的一個還人投資手做一個輸出 想把 所有的長兵給換掉 肉馬上網回拉一下 正面沒有肉馬做肉盾 還人投資手不讓他也開始對撿 但是後方的一個頭車開始在砸 傷害還不錯 砸掉了一些肉馬 但是還人投資手已經全面撤退了 家裡直接BBQ 重裝騎士這一波進去 殺了非常多村民 兩邊村民處已經開始持品狀況了 但是這邊騎士沒有再繼續深入一點可惜喔 後面如果再深入的話 後面大量村民也會慘遭毒手喔 好 這邊點下了三級農田 三級農田點下之後景氣會更好一些 這個農田可以吃更久 剩下來的木頭就會出更多單位 或是買賣 或是減少伐木工 去農出更多食物 都可以 好 這邊人型農炮炭燒效果很不錯 但是這一杯的損失數量也是很多 雖然剩23隻22 他讓肉馬直接上來硬吃這些強奴 只要把這波強奴吃掉的話 驅逐羅倫就有機會了 這波挑換看起來 驅逐羅倫有點上頭 所以說上頭上來肉馬全部送光 但是也是吃掉了非常多的強奴 強奴數量已經簡直剩18隻了 圍巾人這邊黃金也是間諜 驅逐羅倫這邊也是 那兩邊的黃金兵都相當針對 欸 這邊軍銀投石機是怎樣 上前開送嗎 看起來是喔 但是DC還是跑掉了 這邊想要來做一個點勝 把還人投資手換到只剩8隻了 這邊奴炮直接串燒 哇 串燒掉了非常多的強奴 強奴直接倒光 哇 我一驚人的希望沒了 強奴剩下6隻 我們努力買賣一波 換了一些黃金出來 再按一些強奴 這個長狼兵可能要再繼續按 好 長狼兵效果還是不錯 扛對方的弱馬 還是能扛住 畢竟自己的血量也多 大概要戳3下嗎 還是4下 喔 戳3下就可以死1隻龍 哇 這個圍巾的長狼兵 戳這個大弱馬 居然只要3下 欸 點球長之前應該是要4下 點球長之後只要3下 這個 成果是差蠻多的 好 下方有些弱馬 再做個騷擾 但是家裡有長狼兵喔 應該防守上來說還是沒什麼問題 這邊 驅逐人大弱馬直接請超而出 好 鋪守在家裡了 直接去做騷擾 好 那如果變成這樣就變成 維竟人最害怕的事情 因為維竟人是一個機動性不足的文憑 只能靠自己的弱馬 或加自己的重裝騎士 去做一個機動性防守 但由於機體不足的關係 就算出弱馬來說的話 也擋不出對方大弱馬 最好辦法也是要出這個長狼兵 去做個堆擠 防守的動作會比較好 好 上方這個城堡 也是久了蠻久的 好 這邊蓋城堡 好 蓋得起來嗎 更多的兇狼利奇奇兵過來 但是長狼兵往下堆 下面的兇狼利奇奇兵 上方的大弱馬直接開砍 這邊村民直接剷刀毒手 這邊村民直接蓋好城堡 立刻收村 但是還是損失掉了一些村民 長狼兵劍狀趕快回頭 來拯救一下村民的部分 看這邊第一時間 驅逐路人也是看到這弱馬 被戳了一下 趕快回頭 這邊部分沒有工程器 所以也沒有什麼大開戰的一個跡象 好 這邊目前驅逐路人有一個目標 是要來攻打迴劍的一個基地 那這邊基地最好是圍一下會比較好 但是這邊 都是門戶大開的一個問題 沒有把這裡家裡圍死 好 現在這邊 驅逐路人稍微有點失誤 大弱馬直接被應聲倒地 被戳了一堆 哇 戳爛戳戳戳 家裡應該是安全的手下來了 好 這邊長狼兵 直接屠路 不是TC 反正我的步兵血量就是多 任性 戳到 戳到這群村民 哎呀 倒了 好 但是 維京人這邊 村民數還是不多 支援庫船也不多 但是強軍士非常強 軍士單位有85個 驅逐龍人是74個 大概差死人口 但我覺得這樣看到後期 驅逐龍人會比較優勢一點 因為畢竟在後期這種對決當中 比的是誰的擴存資源多 還有誰換的單位更多 燒的資源更好 那薩地利這個能力可以成效大量食物 他本身農田已經到92片田了 然後又有薩地利 這個洛馬怎麼換都不會到非常傷 而且只要換到幾隻這個強弩 基本上就不虧了 這邊還人投資手來串燒 嗚~~ 串燒這個長弩兵效果很好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兩邊直接大開戰 這邊直接過一個包抄 反正出錯手 這邊出現非常快速 長弩直接往後撤 長弩兵全部死去 長弩兵數量還不夠多 這邊下方在對個進攻的關係 這些長弩兵量很少 這邊雙城堡 火力雙重夾擊 火力交叉 對於這個770B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下方大量長弩兵直接戳了進去 這邊抽進去之後 稍微傷到了一下去的羅倫 去的羅倫 去的羅倫家裡只用洛馬 洛馬是絕對打不贏這些長弩兵的 反正上方這邊城堡弓箭的效果還不錯 上面能撐多久 下面就可以燒了多久 但是家裡還是硬按了幾隻去的羅倫的 反認投資手出來防守 這邊大羅馬持續在等待時機 城堡一掉他就想要衝進去這個地方了 下方這邊有更多的長弩兵跟洛馬 來解決掉下面伐木村民 驅逐羅倫的村民術 瑞檢之陣是87村 村民術非常少 但正面他的部隊還是非常大量 洛馬還在暗 遊戲時間來到了1個小時05分 驅逐羅倫的數量 反認投資手的數量還是很多 大量的洛馬雖然被戳到島地 但是後面想要做個包操 要來包角兵強弩 強弩看來要把他直接收到城堡裡面 但是如果燒城堡裡面的話 就沒有人可以熟悉村民 哇 這邊強弩直接被拾光 圍巾這邊吃了個大虧啊 哇 珍貴的黃金兵直接沒了 只剩下長槍兵 好 但是這邊還在努力喔 擠出幾隻強弩 因為你只用長槍兵的話 是不可能打贏 反認投資手 比較用強弩 這就是圍巾很乾的地方 他也沒有火炮可以用 這就是科技限制 強度了 通常有火炮的文明喔 都不會落到哪裡去喔 沒有火炮的話 強度真的是會 所以我覺得應該 還是可以考慮給 韋基母子環這個科技喔 不然他 這文明屬實有點難用 沒有火炮真的太慘了 好 這邊直接拆掉 好 第二座城堡也要進入毒手了 下方有大量的肉馬 直接開始串了過來 下方這裡還是依舊門戶大開 怎麼辦 要再串進來一次了 哇 裡面大浪天真的要慘到毒手 好 上方這邊 想要做一個防守 有機會嗎 這邊長槍兵一直不敢往前 一往前的話就不串招 巷子直接倒一排 反爛投資手真的很煩 好 下方這邊一個多線 長槍兵再次進來 出了一波 這邊直接上來 A的上來 但是 強度沒有第一時間撤退 撤退的是長槍兵 哎呀 居然讓自己的工兵墊後 好 第二座城堡也被拆掉 缺著羅倫勝87村 但是軍事非常強大 肉量只剩下幾百喔 支援用得非常極限 但是圍巾這邊 雖然支援還是有一些 接手得住 但是卻不知道該怎麼打 他的正面部隊喔 這個正面部隊 有點 有點一波流的感覺喔 有點像那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軍一樣喔 閃擊戰 全部 請國之力喔 支持戰爭 雖然經濟非常慘 但是用這個強大的軍事喔 也是嚇到我對手 好 這邊直接 拉一下 拉打拉打 好 肉馬倒的速度非常快速 三下就可以拖死一隻肉馬 稍微甩一下人型銀號 人型銀號擠得速度還是非常快速 但是沒有洛盾喔 沒有洛盾就要撤了 好 沒有洛盾的話 就補下更多洛盾 更多洛馬過來 更多洛馬過來 更多的頭車 然後進攻 但是現在找不到城堡可以打 有沒有比較安全的地方可以打 他現在思考 下方的話這邊感覺不錯 好 這邊還人頭之手 再做一個串燒動作 更多洛馬補了過來 完蛋 這邊開始轉戰矛了 轉戰矛就越沒機會了 因為 凡人頭之手的屬性喔 並不是工兵單位 所以戰矛兵對他的傷害喔 並不是有外傷害 可是用基礎商量去打 三加四 哇 這邊肉馬爆得不錯 直接爆後方 這邊戰矛兵跟強奴 可能要直接被吃光了喔 看這邊長龍兵依舊在防守 哇 又稍微守住下方的這個戰線 但是上方的強奴跟戰矛兵能跑得掉嗎 這邊來一個城堡 火力交叉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一直在射 大家趕快去 可能後方這邊大洛馬又上去土了很多的圍巾村民 圍巾村民不堪其擾 再度收村 巨頭直接架起來 死巨頭把這個城堡 拆完了 要來拆下方的城堡了嗎 城堡快要拆光光了 護不圍銀 圍巾人這邊 支援來到了極限 屈子如人的經濟也是很慘 但是還是可以爆出大量的軍隊 再做一個對折動作 這就是薩蒂莉的威力阿 好 圍巾人的村民已經降置了 不到霸氣村 不能再多了 好 軍人托斯基 搶攻下方城堡 已經壓到了圍巾的出兵點 很多中央殘殘兵運出來 就直接殘遭毒手 圍巾打出了巨局 哇 這邊出了649隻的大洛馬 加上424的殘殘兵 兩邊打得非常的極限 資源都用到了最乾淨的那種 好 那這邊圍巾這邊是5遺跡 哇 這邊5生物 黃金跳得非常多 跳了5000多黃金阿 非常多 那這邊經濟方面看起來 沙蒂莉真的是略勝一籌 然後還加上自己92片田 然後省下這麼多弱馬的一個資源出來 這邊分數只有顯身一點點 這邊基本上圍巾的黃金跟石頭 還有木頭都是贏的 那屈折羅人這邊是 雖然黃金輸很多 黃金只用這麼少量的黃金阿 就可以打贏大量的黃金的圍巾人 就知道這個六環童子多反阿 這個解不掉 就一直被串燒 非常痛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